NEO 兩世紀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莉人對場瑪莎爾人 這場比賽是CUP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的瑪莉人 瑪莉人他的特色是挖精的速度 還有攜帶數量 還有踩的時間都會比較長一點跟久一點 瑪莉人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黃金冰種 前期可以考慮打這攻兵路線跟騎兵路線 後期也可以考慮打這個步兵 劍兵勇士他的遠方很高 但是在對於馬國情況下 可能還是要多靠自己的駱駝 或是這個飄悍精神作為主力 騎兵路線的話他的輕騎兵 雖然沒有大落馬也沒有三攻 但是後期的飄悍精神 可以讓他的駱駝跟輕騎兵 傷害率都高達14點傷害 非常可怕 那瑪莉人他是一個擁有強武的文明 但是沒有三級色 而且有拇指環 所以他是一個很尷尬的文明 那後期他如果對付對方強武的話 也可以考慮打戰毛兵 有這個三級的弓兵鎧甲 所以反之上後期也不是太大問題 那他的生旅科技也是相當全面的 除了沒有騎士思想 基本上該武的都有 所以稱保時代要擋生頭戰術的話 也可以點救出思想去防守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Hero這邊選擇的文明是瑪莎人 那瑪莎人特色呢 是可以一級必殺野狼 而且他的鍛造技術呢 是免費贈送的 直接送到虎風爐 到地獄世代的時候 那後期呢也可以找這個工兵路線 而且他的工兵也是全滿的 強弩跟馬弓都是可以打的 那馬弓路線的話還有反驅弓 可以增加馬弓的射程一點跟傷害一點 非常強大 後期也可以轉出遊俠道路馬 三攻三方都有 那後期呢如果遇到大量駱駝的話 也可以考慮轉一下大槍兵 雖然沒有三級步兵鎧甲 但是有大槍兵這個能力喔 擋駱駝是綽綽有餘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打法 Hero這邊是選擇了一個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文明喔 馬扎爾人算是比較尷尬的一點 但是後期有三龍三木喔 所以如果真的要後期拼經濟的話 有三龍三木還可以稍微補正一下下 那這場比賽呢算是 分數差距蠻大的 這位瑪麗玩家跟Hero的分數差距大概幾百分喔 大概兩三百三四百左右吧 所以實力的話應該是沒那麼相近的 但是我是覺得瑪麗人喔 是蠻T0的文明喔 他沒有T0也有T1 那馬扎爾人喔 反而是有點看情況在選的 那馬扎爾人的話 我覺得打法還是要偏強軍師一點 如果打太農的話很容易農輸對手 畢竟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那這邊看到Hero這邊底下的風箭世代 沒有偷支部 環境位置看起來金礦的兩個位置都不太理想 那石頭部分的話也是在後方 而且來說還是要打一些軍事 把這個金礦給控住喔 會比較安全 那對手瑪麗人這裡喔 看到環境在這裡 欸可以放在後方 哇這個金礦的位置相當不錯阿 主堅位置也沒有到太差 要這個金礦位置跟果子調換的話就很痛苦了 但是看起來是沒有這個問題 那瑪麗這邊地圖非常好 Hero這邊看到應該覺得 哇為什麼地圖這麼爛你地圖這麼好 那他這兩塊墓區呢 待會也要大圍一下喔 才能安全開場 前期的部分只能靠這片墓區喔 穩定生活 然後這邊稍微小圍一下 好 好 Hero這邊肉麻出發了 槍兵也到了敵人家裡 那Hero這邊的馬札爾呢 這時候槍兵也有優勢喔 因為免費的義工關係 所以現在槍兵才是3加1喔 對方只有3加0 所以這是馬札爾人前期 槍兵可以多按 弱馬也可以多按的一個策略 反正多按獨優勢 而且呢 這個槍兵要是戳到村民的話也很痛喔 因為槍兵這個單位戳村民 傷害是3滴血的傷害 3加1 所以現在戳這個村民 血量掉很快 又拿下一村 哇 Yura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拿下兩村優勢 這就是馬札爾該有的強軍事打法 那現在馬札爾的配置打法 比較不像以前喔 只有純肉馬燒喔 現在的打法還是要配上大量槍兵喔 跟肉馬 能按什麼就按什麼 但是也要以不斷村為主喔 不斷村的話是這遊戲的基本功喔 要按槍兵跟肉馬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自己的肉夠不夠 所以Yura這邊會早早就去撒下一大片農田 甚至不典一級農喔 那不典一級農的優點喔 是他可以多按一隻肉馬 而且槍兵也可以多按一些喔 讓整體的 前期的壓制力喔 會更強大一點喔 好 那馬力人這邊是有投資一級農 那這邊可以看到一級農田投資 如果沒有辦法 守住的話 其實就會很傷喔 所以有時候這個一級農 到底要不要點喔 真的是滿看狀況的 好 這裡一隻村民可能可以拿下 哇 結果最後被沉的東西給射死 殘血的村民直接收到沉的東西 這裡想要繼續抓殘血的 但是 Yura 來不及 想要再來個回馬槍 但是沒有拿到 馬力人這邊 費了艱辛萬苦 但是還沒拿下這一村 兩隻肉馬就這樣送掉了 那現在還要再重新補肉馬 壓力是稍微有的 就算補肉馬 可能也沒有辦法給到更大的壓力 好 這邊Yura稍微繞一下 沒有打算要繼續走強攻 好 看能不能守司馬就 但是應該是守司不了 好 拉兩隻肉馬去追一下 這邊可以高打第一 回頭還有槍兵防守 槍兵直接圍好 這裡拉了非常多的槍兵過來 哇 六隻槍兵 打三隻槍兵 瑪莉這邊應該是 朋友優勢 但是絕對不能開打Hero Yura這邊的話 最好就是拖時間 趕快偷一下科技 要來升十代了 好 瑪莉這邊點下了一攻 那我們頻道一直在講 近戰單位複打的情況下 攻擊力一定要優先點 然後我在頻道開創這個時候 講這一點 大概兩年前的時候講這個 要攻擊力這件事情 有些玩家可能不太了解 不過這個點一攻跟點防護力根本沒差 結果現在所有的職業選手 都是近戰互打的情況下 先點攻擊力而不是防護力 因為最主要早期的士帝力國有個迷思 就是近戰單位優先點防護力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士帝力國一直不斷在更新進化 所以其實很多上打法跟以前的觀念是有所不同 好 這裡瑪莉就補下 這裡 最後拿下了 哎呀 瑪莉人這波打得不錯 但是比分呢 是3比2 現在Hira還是拿到三吋的優勢 這裡又拿下一吋 非常不錯 開始瑪莉人也用一攻的傷害之後 刺猴打臭命傷害是非常可怕 那Hira這邊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這邊並沒有繼續潛壓 反而是把這個肉馬往回拉走 那家裡是補弓兵一隻 要轉馬功嗎 還是這一隻弓兵只是個幌子呢 要騙對手自己轉馬功 還是存弓兵 好 不知道 暗了一隻藏在裡面 好 這裡要關本壽 但是有機會嗎 但是感覺關起來自己是打不贏的喔 Hira這邊想要關對手 結果反而自己被關起來 好 肉馬再次上來砍個一波 太舒服了瑪莉 瑪莉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直接抓到Hira三隻村民 35村對33村 現在Hira的村數稍微落後一些些 但是由於是因為瑪莉還沒升時代的關係喔 所以村民差距看起來是落後很多 那Hira這邊呢 還沒有點下輪走技術的關係 那瑪莉人這邊只是有輪走 所以可以看到現在喔 這個情況喔 是對於瑪莉人比較有利的 但是資源上來說 還是Hira上已經有優勢了 Hira上這邊資源上已經贏很多 因為他家裡也沒什麼被騷擾到 瑪莉反而一直被騷擾的關係 經濟現在不太好 Hira這邊是補下了一個修造院 開始要轉生女壓制 但是瑪莎人的生女呢 不算非常強大喔 也沒有救贖思想 但是該招牆單位的科技是有的 好 好 這邊稍微擋一下 槍兵真的是擋不住 這裡大量槍兵直接守住了正面高地 這個高地按出勝旅來 可能也沒有辦法做到事情 Hira這邊本來想要再補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看起來工程器製造所是補不下去了 這裡肉馬過來加上騎士 忽然防守反擊回來 直接硬吃 騎士直接扛住 勝旅趕快按一隻 勝旅 OK有100斤了 OK 這裡殘血村民 一槍拿下搞定了 Hira這一村被殺掉有點虧喔 如果那隻村民活下來的話 這隻村民就不用出來了 這裡要補工程器製造所嗎 東京茄家修到院了 不補工程器製造所好像也收不過去 瑪莉恩這邊是準備三馬就要來轉 駱駝嗎 感覺出駱駝比較好 瑪莎爾人是蠻怕駱駝的文明 通常對方轉駱駝自己就會轉馬弓 或是轉中裝長槍兵 Hira不管怎麼打 都還是有反思對手的方法 那瑪莉恩這邊 最好是要轉出一些生女跟駱駝 來去防守對方的騎士 好 新騎兵過來想要去抓 這還是刺頭 還不是新騎兵 騎士直接爆打 他最後殘血活了下來 生女最後是活得好好的 好 這裡用殘血騎士趕快補血 這裡趕快繼續按 但現在Hira這邊在抉擇 到底要去補工程器製造所還是要開TC這件事情 他這裡還沒有馬上補工程器製造所 就是他有所猶豫了 因為該補修道院之後馬上就要補工程器製造所 要是那個時間點過了 那個time點過了之後再補的話 投石車跟奴炮的前置壓制力就小很多 所以Hira好像半圖放棄 所以補蓋工程器製造所了 不然沒有辦法說明喔 這隻說明出來蓋房子的意義是什麼 好 這邊兩隻生女之後 在後面瘋狂補血也順利的造想到了兩隻駱駝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對於Hira雖然相當不利 雖然歧視數量夠多 但是馬力人的駱駝雖然也是可怕得多 雖然駱駝又會來開始瘋狂輸出 但是Hira這邊的駱駝好像打不太贏了 剩下兩隻駱駝 贏戰四隻駱駝 看起來是完全失敗 好不贏 好聖女在後面雖然努力補血 最後又造想到了一隻駱駝 駱駝一上去就把聖女給打死 兩隻聖女應該是逃不掉了 最後駱駝在後面緊追不捨 後方的騎士過來 但是馬力人的駱駝實在太多 這就是馬力的挖金之力啊 而且他地圖真的太舒服了 前面金被控沒差 反正後面兩塊黃金 這一塊跟這一塊都可以慢慢挖 好馬力被下面的附金給拯救 前線的修道院 孤零零的 沒什麼用途 聖女想要撿一下 出來招翔駱駝 應該能招到 置地一下 好這裡直接鬼轉旁邊的駱駝 應該能招翔到 最後插一下 沒用到 Hura這一波打得有點小傷 但剛剛我覺得Hura做了一個很好細節 騎士都殘血的情況下 還是盡可能按身旅把血量拉起來 不然這個馬力人那些駱駝數量 可能沒有辦法打到55開 然後Hura能打到55開也算是奇蹟了 不過這也是多虧 馬扎爾人有免費的惡攻 所以他的傷害 其實打這個駱駝是夠打的 好現在馬力人 這裡待會 可能要先去 去下城鎮中心 先把這個金給守住 不然這個金沒有TC保護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給拿回去 Hura這邊要趕快開TC了 已經因應落後的有點多 那現在駱駝這麼多的情況下 他家裡修道院可能要再補一個 或是要轉重裝長槍兵了 好修道院裡的僧侶 想要找個機會卡布一下 然後裡面的僧侶放出來 順便招翔一隻駱駝 但Hura並沒有這樣子冒然上前 這邊想要引誘 但第二隻僧侶出來 想用兩隻僧侶直接應招 這邊駱駝稍微上高地 馬力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好 僧侶出來 趕快招翔第一隻跟第二隻 先招面前這兩隻 這兩隻駱駝可能可以招到 OK 直接招翔到 把兩隻駱駝拖過來打架 好 現在Hura這一波又能再打了 但是這兩隻僧侶一定是逃不了了 好 最後是帶著三隻駱駝 逃離前方戰場 但這兩隻僧侶出來 還是有招翔到東西 其實已經補上虧了 Hura這邊要撤了要撤了 真的要再繼續打嗎 我看Hura這樣打我真的是 膽戰驚心阿 你這個打不贏吧 H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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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 Hura Hura真的是 炸裂了 這個不行這個不行 這個再打下去 越打越虧而已阿 好 趕快補個說道院 馬力人這一波打得非常好 非常單純的駱駝爆 把Hura的騎士給壓制住了 好 但是駱駝呢 終究有個問題 騷擾效果比較沒那麼厲害阿 好 這裡也補個修道院 快按一隻僧侶 還是Hura要轉強弩呢 雖然我覺得馬渣人打強弩有點 沒必要 但馬渣人打強弩的情況下 只有打波波的人的時候會用到 一般情況遇到駱駝還是打馬空比較優勢一點 好 這邊想要手持軍營 但是手持不了 Hura這邊還在偷農田 害狠 這個男人 家裡被打 完全無動於衷 打的就是一個字 偷跟農 是同一件事情 Hura這邊輪走技術也補下了 兩邊開始轉成經濟打法 3TC穩定牌喔 馬力人把這些金框全部都用TC圍住 下面這個金框快挖完了 這個情況阿 現在對馬力人來說是比較有優勢一點的 現在兩邊對農情況下 馬沙爾人的經濟是很難移農對手 現在看起來馬力人經濟也開始慢慢轉好 現在兩邊村民數是差不多 只差距三村左右 好 騎士再次上前看看 來看試探一下敵奇駱鎖數量有多少 這些駱鎖剛剛鞋子蠻慘的 現在鞋子已經拉起來了 要回到1000多滴血 也就是滿中漫 這時候Hura要點下了步兵鎧甲 這一波騎士上前 抓僧侶 第1隻拿下 第2隻 �.也拿下 最後再拉2隻騎士 收掉僧侶 僧侶全部收掉之後 自己的僧侶就有機會 所以佔據主動權 瑪莉這邊轉出了輕騎兵 按一些輕騎兵去抓僧侶是一件好事 Hero這邊是轉出了四個軍營 最終還是要轉重裝場槍兵 他知道用騎士打不贏的 陳寶往前補 這邊要補這個位置嗎 這個也是一個小小高地 我覺得補這個位置差不多 但是他比對手打架的話 自己槍兵數量要夠多 但陳寶沒有辦法蓋 完蛋了 人家再蓋寶 後面直接補了一個四級 騙對手嗎 反正想要騙對手 但好像沒騙到 騙了個吉莫 不蓋不蓋 敲四級敲一敲 最後不敲 後面再補一個四級 這個到底是要蓋還是不蓋 好這邊瑪莉看到對手Hero 這邊好像在蓋寶 以為已經Hero上帝王時代了 所以趕快透過買賣 可以想趕快靠買賣上帝王時代 但這邊石頭不捨得賣嗎 最後還是賣掉兩百石頭 這個石頭已經在手上 還不如賣賣了 好那Hero這邊是暫時沒有太多的經濟 可以點下自己的帝王時代升級 清奇兵過來稍微微一下 角落卡住應該是能招強到了 清奇兵順利拿下 後方騎士還在追逐清奇兵 一刀砍死 好現在兩軍開始對峙 城堡最後是補在後面的高地 前面這兩個建築 當作保護巨型頭時機的前置建築 但看起來巨頭是沒有辦法從這裡架起來進攻的 對這個 算是建築學 等這樣子也是 稍微移下建築學 好 槍兵現在已經有二級的步兵鎧甲了 這張長槍兵有升級之後 安心感上升了不多 上升了不少 不少 待會這邊可能還要再補一個城堡 可以防守住的面積會更廣一點 或是要往前補 但我覺得不管怎麼補 補這個位置或這個位置都是不錯的 後面這裡還可以補一個 三根城堡 守住一下比較重要的經濟區域 瑪莉亞這邊轉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打 當兵是很有用的單位 確實如此 那瑪莎亞人這邊要轉出的單位 可以轉馬功 馬功打飛刀女獵手也是相當好打 而且自己的傷特高 那現在的飛刀女獵手 跟以前的體質也完全不同 現在的飛刀女獵手 精銳版本有45滴血 一開始就有40滴 以前是35滴血 以前35滴血的時候 頭死車砸一下 就會全倒 現在的情況是不太一樣 倒不可以扛住 現在4TC繼續農 帝王時代也升級上去 Kira這邊重裝騎士要不要先點一個呢 先點個300滴 重裝騎士先點 這邊槍兵 找個機會 提升一下 這裡要直接步騎作戰 待會騎兵的重點是要抓掉飛刀 那槍兵的目標就是無限無腦A A上去就完事 那瑪莉亞人這波千萬不能開戰 一開戰可能自己會炸裂 這邊稍微走斜的 躲下飛刀的傷害 駱駝在後面 騎士也在後面 好大槍兵先點下 瑪莉亞人3級的步兵鎧甲也點了 後方的兩台巨型投射機架了起來 開始攻城 Yura這一波要思考試 要不要先 躲一下騎兵的數量 但是現在黃金不太夠 好像存不太可能 先轉槍兵吧 槍兵先大量上去 騎士上前 把防滴掉 往前 槍兵這時候才往前貼 這邊先拆巨型投射機會比較好 背刀女獵手 趕快用騎士先去解決 後方背刀女獵手無情輸出 但前方駱駝症已經被槍兵戳到頭部血流 後方騎士有點追 太深追了嗎 那我覺得瑪莉這一波最大問題是 居然沒有升級重裝駱駝 重裝駱駝現在才點下 這一波重裝駱駝沒有成型 就先開打 這是瑪莉人這邊的最大失誤 QR抓準時機 趁對方駱駝還沒有升級好 讓自己的騎士無情開打 反正我有三攻 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攻擊力就16點傷害 哇 瑪莉人這邊是血虧 這一波細節就是 三巨頭架起來 但是卻沒有重裝駱駝 有重裝駱駝的話 可能還可以打個快要55開 最近人家重裝騎士傷害實在太高 16點傷害 對方駱駝只有2點防禦力而已 每打一下都是14點傷害 打個主下駱駝就會死去 所以駱駝要提升起來 反打回去會比較好 結果駱駝就還是沒有提升 重裝駱駝 槍兵直接上前 戳掉了剩下的駱駝 後面兩台巨型頭枝機 現在自己有攻城優勢 現在之前騎兵跟槍兵也不能隨意亂跑 騎兵亂跑的話 飛動你的獵手上來就是一刀 把這個駱駝頭枝機給拿下 所以QR這邊騎士不能到處逼滴 拉個一兩隻出去可以 但是不能拉太多 現在3級的騎兵鎧甲也點下 Vira這邊是要走遊俠路線嗎 最後轉出了化學科技 待會還是有機會可以看到馬薩爾的返虛工 馬薩爾現在是200人口全滿 現在巨型頭司機的數量不太夠 這裡一直在躲飛刀 往前飛刀開始輸出 拉打非常效果好 騎士上去 這邊抓的是左邊的 飛刀龍的獵手數量已經開始成型起來 那飛刀的最大問題就是傷害力 稍微可惜了一點 只有15點傷害而已 但是要來拆工程器也是綽綽有餘了 最後化學補殺 開始點下安息人戰術 最後還是要轉馬功路線 最近飛刀龍的獵手這單位 用騎士越打越虧啊 先找個肉馬擋一下 是個不錯的選項 選擇場已經開始陸陸續續補殺 這裡的飛刀龍的獵手 有點裝城堡 直接硬扛著城堡傷害 想要拆掉後方蓋建築的村民 好一級射點下 化學 現在二級射也補下了 好馬扎爾人 合計陸陸續續補好 飄漢精神 也點下了 飄漢精神 這邊屌下去 攻擊力輕騎兵 就可以高打14點傷害 騎兵攻擊力加5 是非常可怕的 好城堡最後是蓋在下方的這個位置 這邊沒有補跟城堡 所以現在防守出現了問題 被騷擾 要來拉斯槍兵過來吧 上方的飛刀龍獵手 過來 開始亂拆 現在這個數量要守司城鎮中心 也不是太大問題了 好騎士上前 先進一波攻擊 Hero這邊大洛馬也提升上去了 黃金投資在了刀口上 轉換轉洛馬 配馬弓 這是一個不錯的打反制 對方飛刀龍獵手打法 但是這一坨村民好像忘記了 直接被飛刀打成白癡 完蛋了 Hero這邊村民數下降非常快速 村民數剩下不到120分 但是這波Hero也想要反打回去 一大堆的刺猴加上騎士 想要輸出這一波 蓋寶的村民 但是城堡 雙堡的傷害 加上城市中心的傷害 直接拿下了大量騎士跟肉馬 好這裡槍兵 結果要蓋 蓋寶也沒蓋好 變成道特寶 又要這一波打得很危險 但馬弓現在已經慢慢成型了 好 村民數下降有點快 那現在馬力是打150村戰術 經濟非常的好 這一波Hero有可能會被打到頭破血流 甚至有可能會被對手逆轉的機會 好 反駒弓 這裡有射程優勢 想要偷點 但是飛刀反擊傷害速度很快 馬弓死傷一片 好 這裡直接中TC 好 現在肉馬數量來到了7隻 正前方又補了更多的馬咎 馬力人再一次嘗試往前進攻 好 右邊這塊黃金一定要拿下來 這裡補了更多的親習兵 想要過來阻止蓋寶 但是寶已經早就已經蓋好 右邊大肉馬開始追逐右邊的飛刀龍獵手 這坨飛刀龍獵手要是損失掉的話 對於馬力人來說是非常虧的 好 馬力這時候轉出了重裝駱駝 回頭走了駱駝路線 但馬力人現在最大問題是沒有黃金 現在還是要先暫時靠親習兵 把一些重要的黃金點給拿回來 但是右邊的城堡也要趕快拿下 結果正面的兩台巨型投射機 被Cura的弱馬加上槍兵 攜手拿下了 三台巨頭 四台 拿了三頭 第四台應該拿不到了 好 但最後城堡也是被拆掉 現在下方的狀況是這個塊黃金是重點了 Cura一直有派兵 過來看一下你有沒有來拖挖黃金 現在馬力人黃金已經快要歸零 Cura這邊的黃金書還是比較充裕的 但現在馬功數量還沒有承襲 但現在馬...馬扎爾人的馬功加成 是訓練單位 馬功速度變快了 現在馬功承襲其實問題不大 問題是有沒有黃金而已 哇 這個訓練速度真的好快 Hura這邊又暫時使用弱馬去騷擾 但這邊城堡雖然偏太多了吧 兩根堡在正前放的位置 瞬間就把Hura騷擾的弱馬全部拿下了 這裡馬功繼續反擊 Hura下方的金礦 還沒有辦法穩定守住 馬力人補下了更多農田 想要展出更多的輕騎兵 但這邊輕騎兵有點在下水腳的感覺 雖然有抓到Hura一些村民 但是直接撞在人家的大部隊身上 好像不是明智的選擇 現在Hura的地圖上還有一隻毛兵跟一隻工兵 這個好像是不是好像先按錯了 來家裡喔不知道幹嘛 有點佔人口 那Hura這邊肉馬趕快繼續按 但如果肉馬按太多重裝馬功也很難提升上去 沒有重裝馬功的情況下傷害會差了一些喔 而且血量上也會有差 這裡馬功射得非常開心 但重裝馬功 這些馬功的反曲弓傷害力已經非常十足 射程真的是好遠阿 人家馬功只有三級射 而馬扎的人他有四級射 這就是反曲弓的威力 四級射的馬功 太可怕了 直接突破 遊戲內的兵工場限制 一聲聲補了一個四級射上去 好現在點下了金罐反曲弓 都五點下了 終於要突破四級射了 來吧 好現在傷害一時 現在是6加4 點完之後變成6加5 射成8點的馬功 哇這個馬功射得真的是遠了 開始變遠了 好現在攻擊力變成11點傷害 後方的千奇兵開始來做限騷了 又要這一波馬功 開始慢慢成型 下面花黃金黃村民好像開挖了 又要這邊資源量不太夠 好這邊開始抓村民 上方重新補下一根城堡 瑪麗這一把 應該有機會拿下Hero Hero這邊是有點慘烈 家裡經濟一直被抓 落馬跟食物的量 都沒有辦法很順利的成型 現在重裝馬功 沒有辦法點下去的原因 最主要是這個原因 後方這裡補一根城堡 黃金黃這邊守住 這蠻關鍵 等這一波落馬抓到了飛刀努獵手去處 這一波吸引到了大量落馬往後跑 回頭繼續打城堡蓋好 飛刀努獵手直接死在城堡射程範圍內 右方的清洗兵開始多線BD 這兩個城堡蓋的位置都很不錯 好前方 馬功稍微擋住 看馬功危險了 黑皇要拉走 瑪麗人這邊黃金開始又開始陸陸續續堆起來 看要不要轉個重裝駱駝呢 駱駝配肉馬 是瑪麗人後期打起兵部隊 非常好用的選項 不管是出駱駝或是輕騎兵 傷害是打馬 打騎兵部隊都是非常痛的 後方肉馬 開始努力夾起 但是夾不住 駱駝加肉馬大量傾操而出 這裡重裝馬功可以點下了 重裝馬功點完之後 就有機會逆轉 看現在要逆轉還是相當不容易 現在上方城堡數量是非常少 下方三個城堡很多 好 現在Hira的弱馬非常便宜 多用點弱馬防守不錯 還是要繼續回頭按槍兵呢 Hira是不是忘記自己有槍兵這個選項 大槍兵動機提升完畢 中方馬功提升好了 血量來到了80滴血 攻擊力12點傷害 射程8點 後方的瑪麗人 三級的弓兵卡甲來點下 努力了再點後方的馬功 馬功數量開始慢慢倒下 但是前方的駱駝似如破竹 將往前推進 但是馬功一隻一隻駱駝開始點下 現在駱駝的數量越來越少 馬功數量也開始慢慢補回到20隻左右的數量 但前方的肉馬也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戰毛兵也是潰不成軍 這一波反打回去 瑪麗人黃金術下降的有點快 好 Hura這裡馬功高地開始射回去 打兩千騎兵又來了 Hura這裡沒有打算要轉槍兵路線 繼續肉馬擋住 輸出就靠馬功 好 那Hura這邊肉馬數量有點不太夠了 馬功就是輸出 高地繼續打 好 但後方戰毛兵傷害有點麻煩 好 趕快用肉馬去點戰毛兵 這裡馬功要先撤 數量掉了有點快 剩17隻 馬功千萬不能低於20隻以下 加數量會非常危險 看這邊肉馬繼續往後點 看來這裡不轉槍兵是正確的選項 沒有肉馬的話 後面這些戰毛兵就有點無法無天了 現在這個情況下是有點難擋住 這一波的交戰 後方的戰毛兵還在輸出 把攻擊數量被頂到只剩20隻的數量 Hura這裡肉馬 還在繼續按馬力的支援量 後要見底 讓Hura這邊海帶繼續撐 馬功努力一點 戰毛兵 海帶輸出 哇又點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但是戰毛兵現在完全被肉馬給包圍住 後方的馬功 數量只剩下10幾隻的數量 好回到21隻的數量 現在馬功又慢慢成型 肉馬繼續往前推 馬力人支援的上快要跟不上了 最後這一波的交戰打得非常精彩 這裡至少死了上百隻的單位了 QR這邊要打敷線了嗎 這時候是能離開的嗎 看來是要離開 然後後面繼續轉肉馬出來 看可不可以用TC守住 這一波肉馬開上去偷抓村民 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數量 但QR就要你能夠守住嗎 這裡有可能變成互相傷害的局面 但是新騎兵還在繼續補 QR大肉馬也在補 這一波肉馬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裡繼續深入進去 馬功且打且對 盡可能的保留 馬功的數量 馬功繼續再走A 這邊走A的非常好 上高地 再下高地 這時候馬力人突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QR拿下比賽勝利 哇 QR最後一波打得非常精彩 非常的刺激啊 後面差一點就要被逆轉 還好這一坨大肉馬上去 及時抓掉了大量村民 馬力人想說你的主力部隊走 那我這邊就趕快就去追擊你的馬功 你的馬功不成行 我就可以逆轉 沒有想到這一坨肉馬 讓他有點失策了 可能上面要趕快上大石槍才行 可能他沒有意識到這一坨肉馬 會給他帶來這麼大的傷害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馬力人拿下資源上勝利 QR後期果然還是沒有經濟加成的關係 資源上還是輸給對手 但是最後還是拿下比賽的勝利 黃金的話還是輸對手一些 畢竟馬力人的挖金是可以挖得更久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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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